好了 那麼川普勝選的話 如果美國到時候會出兵來幫助台灣的機率 會提高還是會降低呢 中研院的調查就發現37.5%的人認為 川普當選的話 美國出兵的機率會提升 但是有46.2%的人都認為 如果是川普勝選 反而美國出兵幫助我們的機率是會減少的呀 我們來看到事實上 川普說我們沒有交保護費 真的沒有交嗎 我們來看到2020年川普競選連任的時候 對台灣不是有六次的軍售嗎 好了 這個5月21號呢 這個魚雷的採購1.8億 7月10號 愛國者三型飛彈的這個延售案是6.2億 10月21號更多啦 加一加18.11億 然後呢 到了10月26號的時候 還買了魚叉飛彈23.7億 就傳出說原來魚叉飛彈 根本就是為了要回饋川普的金主播音公司 才會有這一筆的軍購案呢 好了 等到呢 這個川普大選的 我們的大選前信呢 川普還拍板定愛說 就像賣給台灣四架MQ-9的無人機 又跑出來了6億元 然後呢 後來呢 又多了一個12月7號的野戰資訊系統 是2.8億呀 所以蔡政府8年向美國的軍購 總共買了8000億元 而且這兩筆很顯然是根本沒有跟台灣事先講好 這叫做突然一下 靈機一動想到了 想塞給我們什麼就塞什麼嗎 就又爆出了這兩筆之後呢 軍方被迫追加了將近5000億元的特別預算 這樣的保護費還不夠多嗎 川普還說 你看保護一個 在地球另外一端的小島是非常困難的 現在大陸這麼想要併吞台灣 我不確定我們繼續保護下去有何意義呀 雖然你要收保護費 可是又告訴大家說 這很困難 這個沒意義 那是不是我們根本什麼都沒換到呢 所以川普此話一出 馬上連續兩天 台股就被下掉了 將近應該是有500多點 7月17號呢 台股跳水超過了200點 而且台積電下跌了25點 7月18號 開盤一度重錯了42塊錢 而台股一度是直接下跌了621點 不過後來到了收盤的時候 有稍微的回升 好啦 前綠委郭正亮就說 其實美國成為製造業超級強權 就是川普的一個重要的政見 半導體是重中之重 川普一定會施壓台積電 最後也不補貼 甚至很多企業恐怕會被迫赴美投資 台灣可能會要再搞另外一波的投資 美國運動 事實上我們不是花了很多錢 來買軍購而已 我們也不是只是把台積電逼去了 美國設廠而已 我們還當冤大頭買的比別人貴啊 記得嗎 我們這個MQ9B的無人機 是花了217億 結果印度是買了31架 還是買武裝版 還加相關套件 還有其他的炸彈 結果他們花的 這個叫做1246億元 算一算其實平均下來 我們的一台比人家貴很多啊 好 這個立委賴斯堡就說 中美博弈之間台灣始終被視為是棋子 是極度的親美 我們附了上了這個千文數字的軍購 我們犧牲國人健康還進口了萊豬 都沒有辦法換取到任何的實質利益 不是嗎 所以啦 軍購買了萊豬吃了 台積電去了 只換到了一張黑心保單而已嗎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是不是國務院加碼 說了大實話之後 現在台灣人覺醒了嗎 我們看到YT上面的網友 其實85%以上的人都認同說 其實所謂的台美關係 接入盤石 難道真的根本就是 花錢買來而已的嗎 立委怎麼看 所以這個第一個 我是非常的感慨 因為川普講了這句話之後 那麼現任的民主黨的總統 他的發言人就要反擊川普 所以他才反擊川普說 我們美國沒有當冤大頭 台灣所有的國防防衛 都是他們自己自費的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頭 我沒有看到台灣朝野政治領袖 站出來挺直的腰桿 說台灣付了保護費 是超過半個世紀 然後也沒有看到 朝野政治領袖出來反駁說 我們台積電是從美國那邊 什麼偷來的 又是怎麼樣怎麼樣的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真的是 雖然川普只是一個候選人 但是這樣的一個言論 嚴重的破壞跟抹黑台灣 我認為台灣朝野的政治人物 不應該連坑都不敢坑一聲 那當然還有像卓榮泰這種 很離譜的250 馬上還負荷了 說我們會多負一點責任 那還好民主黨出來反駁了 對不對 那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台灣沒有任何的主體性 台灣人沒有人敢挺直的腰桿 幫台灣講話 也沒有人要回應 未來美國對台灣的 這些重大的政策 那麼台灣何去何從 我們的戰略是什麼 我們的戰術是什麼 我們的策略是什麼 通通沒有 無法討論 沒有對話 這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國家 對自己國家非常切身的 國家安全 軍事 國防 乃至於經濟 產業的根本問題 沒有人要碰 我覺得這才是今天 台灣最荒謬的地方 那你回過頭來講 民主黨就是講了大實話 台灣都是自費的 你今天美國對外的軍費 這麼的龐大 是因為它幾百個 在海外的美國軍事基地 所以它在第一島鏈的部分 它在日本 它在韓國 都有龐大的駐軍 它在菲律賓也是一樣 唯獨只有台灣沒有 因為當時跟中共建交之後 它其實已經開始棄台了 但是它要把我們的利用價值 利用到最後一丁點 它都要利用到底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還好台灣很爭氣 還好台灣在經濟上面 創造了所謂的世界經濟奇蹟 所以我們通通可以自費 我們不但自費 我們還花了好幾倍的價錢 我們買貴了 這些美國賣給我們的軍購裡面 都已經包含了保護費了 早就長年沒有斷過再付了 那所以呢川普還在說什麼 其實這麼幾十年來 美國內部一直都有棄台論的聲音 甚至於連希拉蕊 他不是後來被說他這個違法的外洩的 這個email裡面都有提都曾經動過這個腦筋 就是要棄台 講到底根本上的原因就是本質上 台灣對於美國就是一個棋子 就是一個籌碼 既然是棋子就可割可氣 但不能夠隨便割隨便氣 一定要換來對美國來說最大的利益 所以他必須把台灣能夠用的 炸到最後一點之意 他才會放棄你 那他用來對議的博弈的對象是誰 我們是棋盤上的棋子 那在棋盤上下棋的人是誰 不是我們 是兩大 一個美 一個中 所以他現在還看不清楚 我們台灣人看不清楚 自己本身的處境嗎 那要怎麼樣才能夠 在這樣子的一個棋局裡頭 保住台灣最大的利益 才是我們今天應該要去思考清楚的 但是我剛剛說了 為什麼台灣朝野的政治人物沒有人 這對台灣再重要不過了 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議題了 可是大家都迴避 是無能碰還是不敢碰 但民進黨有碰 民進黨早就已經定調了 反正不管美國唱什麼調 他們都是喊美國萬歲 跟著美國屁股後面走 我們在這邊非常的擔心 我們的產業 高科技產業 被美國的壓力底下 逼他們到美國去 民進黨一點都不擔心 民黨敲鑼打鼓放鞭炮 民黨的大內宣就說你看 台灣人這麼愛 美國這麼愛我們台灣對不對 這對台灣很好 你看 美國這麼喜歡我們 還叫我們去設廠 去美國設廠一定比去大陸設廠好 因為美國是一個怎麼樣 怎麼樣美好的偉大的國家 去大陸有多少多少多少的風險 那現在美國要來跟大陸做切割 要封鎖大陸 要把整個供應鏈切斷 讓大陸的高科技產業 半導體產業沒有辦法發展 所以一定要叫台灣選邊站 民進黨很簡單 不管對台灣好或壞根本不重要 反正美國說什麼都是香的 美國說什麼都是對的 跟著美國走就對了 即便我們的高科技產業 事實上是一萬個不願意 這對台灣來講 根本沒有任何的好處 事實上對美國也沒有好處 因為美國根本就做不到他們想 他們是吃人說夢 根本就是下錯藥了 美國的藥方根本沒有辦法 靠川普 靠拜登他們這幾年 搞了這些東西來解決的 但這不重要 那他們就拳頭大 對不對 胳膊粗 所以美國就是要這樣子幹 那民進黨也覺得 我又不用花大腦了 反正我就跟著美國走就好了 所以現在重點就是 那台灣如何自處呢 那台灣如何自救呢 為了 把他使用心部 操作假 sale 辣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